南投市迎南社区接受中国信托慈善基金会 推动台湾梦而少陪伴扎根计划 舞蹈 办理了许多关怀孩子的活动及课程 而为了让孩子尝试学习不同的才艺 来增加表演机会 增长自信 帮助成长 社区也尝试 结合地方信仰中心之一的宝南宫 带领学子学习打战鼓 多年发展下来 战鼓队也成为社区特色之一 在许多活动都能看见战鼓队的身影 孩子们也从中学习到团队合作的精神 并更加了解地方的宗教文化 专案人员表示 台湾梦计划是针对社区儿少的部分 而一开始宝南宫有五颗鼓 已经闲置很久 在儿少计划进来结合在地信仰中信扣 聘请专业老师来教导 至今已有两年多了 而在打鼓的过程中 小朋友都能够学习许多 在帮鼓的过程中 可以学习到团队合作的精神 而在演出的过程中 也要互相配合 表演才能够一致 专业人员也希望借此 能够让学生学习一技之长 并与社区能够结合 我们这是中国信托慈善基金会的 台湾梦计划 然后它是针对社区儿少的部分 一开始会这个是因为宝南宫 就是那时候里长有买五颗鼓 然后本来有闲置一段时间了 是后来有儿少计划进来 然后里长想说 可以让小朋友学鼓 然后又跟在地信仰中心 宝南宫有连结 所以就请老师来 然后叫小朋友打战鼓 然后就一直学到现在 大概两年多了 然后又因为已经毕业一批了 然后现在这批就比较不会的小朋友 正在学当中 就是学鼓可以让他们团结 就是因为鼓不是一个人 一个人的速度还是节奏就可以了 他们要互相配合 然后还有把鼓搬出来过程 因为这个鼓很重 所以他们也要互相配合 把鼓搬出来 所以他们占鼓不止就是让他们有节奏感 音乐感之外 他们也是学习那个团队合作精神 他们都要一起把鼓推出来 或再把它收回去 然后打鼓的过程也是要配合别人 不是自己打自己的就好了 从106年的7月开始 我们台湾梦计划 然后他们是106年9月才开始学战鼓的 就希望他们能有一技之长 算是一技之长啦 就是这学校也不会有的社团 一般学校不会有的社团 然后也希望他们跟社区有所结合 会想到社区就有这个特色 希望他们有跟在地社区有连接性这样 银盘国小校长蔡正道表示 银盘国小战鼓队在两年前开始推动 并与社区合作来做战鼓练习 甚至有到杭州表演的经验 而先前更有毕业的学长姐 特地回来教导学弟妹们打战鼓 经验传承 日前有6颗战鼓都是社区借给学校来做使用 战鼓队也时常在活动中 或者是外宾来时都带来精彩的表演 我们的战鼓队是两年前开始做推动 那社区本来就有战鼓 放在学校活动中心 那也需要说我们学校的孩子 来做一些艺文上面深耕的课程 所以跟社区合作来做战鼓的一个练习 那甚至于我们在运动会也到杭州去表演过 那这些学生有些毕业了 那学长学弟他们会回来再帮忙这些学弟妹来教导他们如何来打战鼓 那目前学生大概学校有6颗战鼓是社区借给学校的 那平常会在社区练习 那我们运动会或是来宾来的时候 都会来做这些艺术战鼓的表演 先议员赖燕雪表示 银南社区相当用心 在争取到计划后 培养孩童学习打战鼓 尤其战鼓在银南社区各项活动中都能够看见他们的身影 也期望能够借由这样的学习 能够让学生学习到更多技能 并借由这样的活动 让社区与学校和乐共荣 也相当感谢银盘国小校长的带领以及用心 并期望能够透过战鼓活动 达到老少共荣的作用 银盘战鼓更成为学校以及社区的特色 那么银南社区呢也争取我们中信金 台湾梦的儿少扎根 所以培养我们很多小朋友在技能上的一个差异跟不同 尤其是战鼓呢 在我们银南社区大大小的活动 都看到我们小朋友的身影 让小朋友找到这个舞台 也找到了自信 同时也能够贡献社会 我想取之社会用之于社会 一直是学校教导我们的一个概念跟想法 我们希望说落实资源共享 让我们的社区更进步 更繁荣 而且呢更快乐更幸福 这也看到我们银南社区 能够结合我们在地的一个资源 发挥最大的功效 让我们的社区和乐共荣 达到三声共享 我觉得这个是非常有意义的一件事情 那么特别感谢我们银盘国小 蔡震道校长 他的一个带领 他非常的投入 培养我们小朋友 不只是科技 在我们人文方面 包括我们的教育 都非常的一个努力在扎根 我们希望说教育扎得深 小朋友就不用烦恼 吃早也没烦恼 尤其是社区的这个老少共荣 就是我们的阿公阿嬷在社区 那我们是小孩来做博物 也能够呈现到我们这个长幼有序 同时也有这样子的一个敬劳尊贤 我觉得这个都是给小朋友 非常好的一个示范跟典范 再次的感谢银南社区 包括银盘国小的努力 我们再次看到社区的亮点跟成功 参与的学生表示 学习战鼓学习了一个学习 战鼓相当好玩也很有趣 在学习的过程中 老师也会教我们许多技巧以及知识 尤其在许多活动中也能够表演给大家看 相当好玩 我从上学期开始学 学了一个学期觉得这个很有趣 因为这个我从以前就喜欢 就喜欢打鼓了 上得很好 老师都教我们很多东西 学了之后可以站上舞台表演给大家看 谢议员尤鸿达指出 每个社区都有不同的特色 云南社区就是透过儿哨计划来推动炸鼓这项特色 每年有100万的经费 来让社区的青少年有很好的活动能够学习 而社区也相当用心来推动 游艺员也相当肯定社区的用心 也期待能够有更多的企业以及政府单位 能够更加重视社区活动的推动 每个社区每个社区都有的特色 那参与我们的云南社区 我们的推动 我们的儿哨计划 由我们中国信托 我们的慈善基金会 常年给我们益主 每一年有100万的经费 目的就是要来推动 我们这些青少年朋友 让他们有一个社区的发展 当然我们的社区也非常认真 也就来结合我们的地方的信仰中心 包括是我们保南京的这个建国堆 包括是我们社区的种种 很多元的发展 我们的建国堆可以说 在我们这个保南京这里非常厉害 有这个建国堆来教到我们这些儿哨朋友 可以说让他们有一个另一番的记忆 不但这样也可以代表到我们云南社区来出门来比赛表演 这些都是地方的一个有料的特色 我们期待说我们 真的有很多的企业基金会和主线会 尤其我们的政府团队 要来重视这个社区的营造 包括我们社区的这个生活 让我们学校和社区和信仰中心来结合 这才是我们希望乐于看见的 社区志工指出 这个计划相当好 每年提供一百万给孩子们 也因为金钱的注入 让社区推动能够更加顺利 在教学上也会告诉孩子们 有这么好的机会 要好好把握 并要懂得感恩 也希望说社会大众能够投入做爱心的行列 让更多孩子们受惠 我们这个台湾梦的计划 真的是一个很棒的计划 那它每年提供一百万给这些孩子 真的是我们这些孩子的福气 那因为有这个金钱的注入 其实我们社区在带领孩子上面 真的是多了一个游刃有余 那因为也是说善心人士的投入 那我们当然在教学上 我们也会跟孩子 就是说告诉孩子他们要感恩 尤其是有这么好的经费 那我们在材料上啊 或是说在教学上 我们都可以真的很放心的 去做这一些 做这一件有意义的事情 那我在这个台湾梦的志工里面 我大概就是从我们开始 创立开始到现在也是进入 应该也是满了满第三年了 那我们当然希望说 社会大众能够有这份爱心的支出 那我们也是很尽心尽力在做 那因为这一些孩子 他们真的很有福气 就是因为有这一些金钱的注入 让他们可以得到 平常他们不容易得到的东西 看到透过社区用心规划的课程 带领学子组成在鼓队 并能有这么好的发展成效 为学子成效带来许多帮助 先议员张家哲也给予迎南社区高度的肯定 我们迎南社区 特别结合了我们中国信托的慈善基金会 他们这个儿童的这个梦儿培育计划 然后利用这样子的一个计划 结合了我们在地的特色 我们迎南社区里面有一个保南宫的战鼓队 他们透过这样子学习战鼓的过程当中 除了这个强身体健之外 更重要也培养了这个团队的精神 跟团队的合作 那更重要是这些社区的长辈社区的 这些前辈们带领着小朋友 一起来认识社区的一些过去的故事历史 以及这个传统的优良文化 我想对于小朋友来讲 培养自己对于自己家乡的一个热情 跟家乡的认识都是一个很重要 那更重要是可以透过这些学习的过程当中 然后来陪伴这些小孩 也期待这些小孩 不管是家中的生活情况 或学校的课业的情况 都可以透过这样子的一个计划 这样一个陪伴的过程当中 让他们得到更完善的照顾 学生表示 每天来练习战鼓相当开心 也希望能够有一天站上舞台 表演给大家看 我学这个已经两年了 然后呢每天来这里练的感觉是 虽然有时候会忘掉一些 但是之后还是会进步 然后我的梦想是我有一天可以 我可以有一天可以在舞台上看着大众人 然后表演打鼓 我希望这个社团可以传承下去 那就是这样的话就可以一代一代接着一代 辅导老师表示台上五分钟台下十年功 练习的时间相当长 希望学生能够把握机会 认真学习 努力站上舞台演出 其实我们训练的过程其实很长 那能够站上时间台上五分钟台下要十年功 那他们只要能够摆脱他们的包袱 然后把他们的状态表现到最好 可以上台表演 对我们来讲就是一个很好的回报 先议员曾正言感谢迎南社区的用心 争取到这样的计划 并让孩子们学习战鼓 更能够培养孩子们的团队精神 领导能力以及向心力 感谢我们今天我们的做云南社区 由我们做中国信托的额少培根计划 那我们这个债团 抛砖领利的 每一年都赚一百万 我们的做云南社区 云南社区由我们创立顶的顶务之下 培养到很多对印年纪六年这些战鼓 这些战鼓都来我们的布兰京这些年参 可以让他们这些孩子多运动 运动的时候 如果他们说不但的身体好 还能够多彩多异 得志体系四一并进 不是只要设施力 他的战鼓方面 刚才你们都看 表演得很好 建国一个团队的精神 可以培养领导能力 有向心力 临近力 这是他们说 培养到这些年轻的将来 在国方面甚至将来在社会上的 领导能力会更好 真的有超新一定的股杆的技术 在这里也很坚定 我们的战鼓队的用心 他出的表演 他的团队精神都表演得很好 他的建国的技术也很团队 在这里在家给他按一个赞 志工指出 志愿有限 社区也会尽量来让孩子们 学习到更多的事物 在日常生活中 也会教育孩子们 学习为人处事的道理 尤其是我们是 非三非四的一个学校 那我们的志愿有限 孩子他们不像说 在那个都会地区 他们可以上很多的才艺班 那我们这边也算是说 以这个社区里面的一个特色 像他们礼拜四来打鼓 那打鼓的时候 不是每一个孩子都是很愿意去打鼓 那最主要是说 我们真的非常感谢中信金提供的这些资金 让我们的孩子可以 也可以享受到其他都会地区孩子 能够享受到的东西 尤其是在日常生活上 我们除了教学以外 我们也希望孩子能够学会做人的道理 为人处事 但是我们还是希望他们可以有那个感恩的心 知道说这些钱真的是得来不遇 希望说这个钱是用在刀口上 我想说真的是非常的感谢这些善心的人士 云南社区 在受到台湾梦 儿少陪伴扎根计划辅导的支持之下 推广战鼓已有长久的时间 成效相当好 孩子们也热衷参与活动 并学习打战鼓 议员们肯定隐含社区的用心 也期望能够有更多的企业来支持社区活动 让孩子们能有更多的机会来圆梦 明义新闻邱平俊专题采访报导